天上出现一道神秘的光线 将地上的人类定格在原地 这诡异的一幕 把身后的小美看懵了 但她却发现佛波勒开着重型武器 将这里筒筒包围 地面的加特林已经准备救续 天上的直升机和暗处的狙击手 随时可以发起进攻 球体的光芒不断朝地面集中 小美似乎发现里面有个人引 她缓慢地向前走去 试图用左手去感应 却被远处的佛波勒一枪命中 小美急忙将人形状的生物抱住 接到命令 他们要抢救受伤的外星客人 可医生却发现 她的身体居然是黏糊糊的东西组成 并且这些组织正在自我分解 很快把身上所有的组织都取下 顺利被抢救下来的她 开始适应人类的生活习惯 但这里的人对她不是很友好 要用测谎以来确定她来这里的目的 而这些机器对她并不起作用 下一秒 小帅问她这里的出口在哪 则后通过意念入侵这里的监控系统 并用声波干扰让正在摊门的小卡拉 全部都领了盒饭 这里的电力系统一下陷入瘫痪 然后大摇大摆坐上电梯离开 接着来到飞机场 发现还没吃饭的自己 用意念拿出一块面包塞进嘴里 来到了厕所照镜子 却发现自己的胸口居然有血迹 随后通过电话 让正在家里的小美来到机场 但她看见坐在角落的小帅 有点不可思议 他们来到车上 她让小美拿出药来 接着涂抹在伤口上 伤口居然快速愈合 男人来到河边 一颗神秘球体浮出水面 周围的动物纷纷游了过去 接着她缓缓地走上前 把手轻轻放在上面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沙漠上也出现了这个球 陆地的动物都爬了进去 紧接着又来到原始森林 下一秒又从水底钻出 而在男人眼中 这一切才过去了一分钟 此时的科学家发现 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到了里面 与此同时 天上居然出现了无数颗太阳 这把现场的佛波勒都整翁了 而这一切都因为这个男人 就在一天前神秘星球降临地球 他来到了这里 随之而来的是一个身高200米的巨人 只是瞅了一眼 地上的人类 他们的耳朵就像针刺般地倒在地上 他朝着地上渺小的人类走来 而他的任务就是拯救快要消失的地球 可人类却将他当成敌人 派出现代武器要将他拿下 但这些飞机在巨人的眼中 是那么的不堪一击 可他们决定用隔离板的方式 将巨人的身体原地拘禁起来 看似成功的方法 却给他们带来了危机 巨人的身体也被带到万米深的地下 科研人员要把他当成生物样本 可他手里纯精打造的铁块 里面住着一种生物 不到一秒就把铁块砍掉 发现不对劲的小卡拉察觉到 却被外面看戏的人关在里面 便凭他如何的呐喊都无法出去 接着全身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摔倒在地 而巨人的腰带正在消失 玻璃上也出现诡异的裂痕 情况紧急下 他按下了自毁装置 男人按下自毁装置 一场大火之下 巨人居然没有任何事情 他缓慢举起双手 接着就化成无数碎片 黑衣男想要离开 却被长官拒绝 因为这是他守卫军人的荣誉 数亿只虫子破窗而出 就连钢门都无法阻止他们出来 军官下令开火 可普通的炮弹对他造成不了伤害 弹吃虫一下进入战场 连正在路上行驶的货车 都瞬间被吞噬殆尽 路上的广告牌也难于性命 原来几个月前 在酷热的北极中 男人发现了一个神秘球体 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将里面的虫子放出 而外星球人降临地球 想要帮助人类渡过难关 可军队将他当成危险的存在 把他囚禁起来 而现在整个城市被虫子覆盖 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于是他们将矛头指向 和外星人一起出现的小帅 佛波罗发现再逃的他 用枪指着他 接着 但出于善心 他用自己的特殊能力将他救醒 可小帅发现已经来不及了 他现在必须要去把球体修复 但这里军方早已埋伏好了 只见球体在不断破裂 而虫子正在加速入侵 翻车的小帅看见车窗玻璃 正在被吞噬 出来时 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他知道现在做什么都无济于事 带着小美两人来到洞穴中 可小男孩突然流鼻血 小美恳求男人救他 身为救世主的他 决定用自己的手引出虫子 男孩顺利地苏醒 但他有自己的使命 看向母子两人 自己独自一人走向虫子堆中 用身体去弥补球体的漏洞 而贪吃虫失去了养料 都隐恨西北 这时所有城市的电力停下工作 在灾难面前 人类也许显得渺小 但总会有勇者挺身而出 海仓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原生